港股看反彈,現在應不應該買貨博呢? 有沒有職休股可以提呢? OK的,今天純粹回到200點 如果升了那麼多,升了差不多1000點上來 回到200點,問題不大 看反彈的問題,我都是看到20,400點 500點只有這些位置 短線好倉,我覺得這些位置是stop loss的 如果你問板塊,你都還沒有想法 買什麼板塊,不如買指數算吧 你買指數牛空證,你也做到diversify 分散投資那樣東西 恆指短線來講,19,500做紫線 就駁它上回到200,400點 也是50,50左右,所以這一刻直播率不會特別高 你可以等到今天收市,看看收什麼位置 如果收diversify,就是等多一天 如果短線劇上去的時候,就駁它上20,400點 不好,有個朋友Timothy 他問,今天會不會到19,200點 不會 為什麼呢? 你為什麼會覺得今天會突然間 要跌多一百百多,無論如何要跌一千點左右 在外圍,外圍,美國跌得急 那糟糕了 五、六月份那段時間,你就已經被人夾死了 現在的市場,港股跟美股的關聯性向來都不高 你覺得突然間很有信心,內地的樓市會爆得很厲害 你有預感,今天有一間內房企業突然違約 那小巷真的想得很厲害,但我又看不到 所以我就回答不會了 但問題是我回答不會的 問題落到19,200點的時候,會不會很傷?不會的 我覺得你的部署策略和你現在在想的東西很重要 所以我們經常都強調,目前的事況來說 你沒有想法發生什麼事 或者有些很天真的想法的時候去做部署的時候 一定很危險的 所以你問我簡單點,你問我19,200點會不會 我只能回答你,不會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想他覺得落19,200點 如果原因是因為這樣美股大跌的時候 美股大跌對港股其實未必是一件壞事 之前有做東升西國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有些資金會覺得美股現在危險了 做一些換馬部署 可能分分鐘真的換來港股 內地股市做一些短線部署真的不奇怪 所以大市不一定要超大成交的 只要維持著900億、1000億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你看看今早上開始的成交面上 是有些少許乏力的 所以這些位置我覺得強行追周估是看上去的 問題就是我容易定點止消費 上個星期四那些整支大洋燭都沒有出來 19,500點還不走嗎 所以錄到19,200我19,500也走了 沒事的 所以這些位置我會主張開好創多一點 但是你選擇去開淡創 我覺得你看19,200可以穿19,500才開 這些位置相反地你突然被人夾又何必 所以短線策略 所以短線策略就不只是想 很多時候大家喜歡想基本因素 基本因素是偏中長線的位置 港股的中長線基本因素 我們會建議分駐收集 我覺得落到20000點 這個位置還跌得多少 再穿之前18,000點的位置 16,000點 都是20%而已 美股只是試試之前的低位都已經20% 都未算穿底 所以你說中長線來講 港股會好一點 但是目前來講 港股中長線的吸引力就暫時這刻未好大 因為就是內房的問題 造成一個很大的不確定 所以你只能夠分駐吸納而已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港股如果你看中長線 很喜歡看基本因素的時候 我會比較主張就是 慢慢這些位置收集 不同的幼質股 比一滴你可以分駐收集 落到200元你還可以溝通貨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這樣的本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先分清楚自己的個案 短時間來講港股 這些位置我看好